当记者问及美国最新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 中国已经表示了抗议 中国军队有没有进一步具体的反制措施时 发言人说 发言人还表示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对两军关系造成的严重损害 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 停止对台军售 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国关系和平发展 为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在回答有关南海问题时 发言人强调 中方一贯主张 有关当事国通过双边谈判和友好协商 和平解决南海争议 任何使南海问题多边化 国际化的行动 都可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于事无补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插手南海争议